同時也是來跟大家介紹我們積木空間裡面所募得的一些可以意賣的好東西 好嗎 我們歡迎布拉瑞洋舞團的舞者帶來的走秀 這個走秀裡面有非常多的東西 我們現在第一個出來的是西中的版畫 然後再走出來我們還有那個Tiffany的耳環 還有我們還有LV的古典經典包 在2004年的時候它就已經價值三四萬塊錢了 我們還有十四生肖鎮扇喜的板畫 還有這一對可愛的小羊大大小小東西都有 我們還有一件金履衣 這件金履衣在十年前就賣了六七千塊 有人穿出來嗎 然後我們還有泰國的絲巾 我們還有巴厘島的玩偶 我們還有我們Tiffany的耳環還有一個日本的古壺鐵壺 我們還有非常多的東西 然後呢林懷銘老師 龍應台老師 嚴長壽總裁的東西現在都在路上慢慢要過來 請你們把這些物品你們可以來看看 然後相招你們求求你們的好朋友 喜歡這些東西的不管是藝術品的 或者是奢華品的東西的人 我們還有更多的名牌包也現在正在路上慢慢地走過來 所以呢你們可以相招請很多的人來這邊看 然後來買東西 然後更重要所有的收入捐款全部給布拉瑞陽舞團 然後你們也可以直接捐款給布拉瑞陽舞團 你們只要上布拉瑞陽舞團的網站就可以了 好的 謝謝所有的模特兒 最後我們應該請布拉瑞陽老師上台 我們請布拉瑞陽老師 再上來跟大家最後講幾句話 怎麼會有這一段我不知道 謝謝舞者 然後那個舞者我們一起來到台上好不好 好 我們坐收尾 所有人到台上來 謝謝 在屋子來之前還是要先再次謝謝胡德夫老師 然後剛剛那個最後那首歌 讓我又回到2005年那一年 然後跟老師在國家劇院做了一個製作 其實我要 因為我們都是嘉蘭出來的 他是嘉蘭出來的 結果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胡德夫老師 那也是一個傳奇 那也是一個傳奇 然後一直到了2005年我們才第一次碰面 然後那個也是因為林外美女老師的安排下 讓我們在台北相遇 然後可以有機會在國家劇劇院做一檔製作 那個作品叫北地島 然後剛剛又回到那一年 所以有一點不好意思跟他流很多筆氣 然後最後我們不用排隊 一群人可以吧 就一群就好 排隊很緊張我 我想 我 很不好意思要大家坐在這裡 然後那麼長時間 然後這樣的節目 應該這樣說好了 其實我在上面看的也很開心 那在過去在創作的過程當中 在排練場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那回到台東之後辛苦沒有少 可是多了什麼呢 其實多了就是你們剛剛看到的那些 所以對我來講是很大的收穫 因為原來在台東排練跟這些舞者相遇之後 你看到了更多那麼精彩的人 那也因為這些人 建構了更多舞蹈的更多的可能 所以他們是在整個作品裡面最大的工程 然後也因為他們 我們才可以有一點點的呈現 然後可以分享給更多的人 所以我要謝謝舞者 謝謝 那個久舊的部分 可以再大方一點 還要給筆記 然後我們就在走這個鐵道 然後一直走到底就是台東堂場 然後裡面有一個很不起眼的一個黑色的倉庫 然後當初我只是很簡單 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就想說這個夠大有一百坪 所以我們只要把裡面的東西清掉 我們就可以排練 所以沒有想很多 後來發現那是二月的事情 那現在也是七月了 然後慢慢的我們剛好正在排練 我們在整個排練有一點不忍心 但是我實在是沒有 很自責沒有能力 可以讓他們有更好的環境 因為我常常看到排排到一半之後 會有人不見 然後從外面從裡面看出去 有人在吐 那這些都是因為可能是脫水或太熱 然後裡面 因為我們裡面它是一個倉庫 它是沒有任何通風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努力 有沒有可能 然後募集一些資源幫助 這些孩子可以在很適當的環境下 一起創作跳舞 那所以在這裡要非常非常謝謝 然後金慧 然後鐵花村 還有許姐 還有很多剛剛你們看到的 林老師啊 還有一些許姐的朋友們的幫忙 讓我們有機會 有可能可以慢慢的努力 然後達成那樣的小小的心願 我們不是一定要有冷氣 但至少我們也可以有上廁所的地方 那孩子跳完舞可以有洗澡的地方 就這樣而已 所以希望它不是只有一年 兩年、十年、二十年 我希望那個地方就會成為台東 所有孩子想要跳舞的一個原地 所以我當然希望它可以有更好的空間 然後分享給更多的人 最後在這邊 然後代表布拉倫舞團 要跟所有在座的所有朋友們 謝謝你們 然後一個小時在這裡跟我們一起做分享 謝謝 如果你想要更多認識布拉倫陽舞團的話 你可以上我們那個 我們的臉書的粉絲專頁 叫布拉倫陽舞團 BDC 是嗎 是齁 是齁 是 所以裡面有一些演出訊息 然後今天完成 我明天最後一天在台東 禮拜二我們就要去台北 回到 有一點 回去教功課 雲門出來 然後要去給林老師教功課 就是回到雲門舞集的新的劇場 做第一檔製作 就是拉歌 然後希望如果你們剛好從台北來 不行宣傳的話 因為我們票賣完了 不好意思 所以我希望到了台北之後 我們可以很快回到台東 在自己的地方 可以分享這個作品 然後希望我們可以在劇場見 或在任何一個台東的某一個角落 跟你們一起分享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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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這個作品裡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人 我非常非常幸運 然後我們剛從一月到六月 遇到很多貴人 可是就在創作的過程當中 我需要一個很好的聲音跟很好的音樂人 然後我覺得那個祖靈還是有在保佑 然後就在我們不知道往哪裡走的時候 突然出現了這個人 那也是因為傑任的介紹 然後他就是剛剛出來彈吉他的 他是台東達人鄉 達人鄉嗎你們 塗版村的威龍 然後也因為他的出現 然後當天他就分享了他的一個創作曲 叫做《原點》 其實也在提醒我們所有人 甚至我自己 你選擇回到台東 然後你選了很多很多技術 你跟了很多外國人工作之後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是誰 那這也是為什麼回到台東之後 要學習更多更多東西 那其實我常常說 這些所有在這裡看到的 其實都是我的老師 因為在音樂上 我第一次比過他們 在舞蹈上 傳統舞蹈上面 他們也是我的老師 所以對我來講 認識這些人 在這樣的空間裡面 其實我覺得我很幸福 因為我可以遇見這麼棒的人 然後接下來的時間 我想要分享給所有人 因為這首歌太棒了 也提醒帶著這樣的歌聲 然後回想起自己的初衷 我想威龍他自己會分享 然後我們先請他出來 然後一起分享這首歌也 謝謝